我們時間到了 這場時間到了 請大家快點入座 這場跟我們上一場一樣 也是Google Cloud的一次 它是我們這場比較特殊 我們這場講者是女性講者 你知道Google一定一向很推崇 女性科技業 因為一片人看過去 99%都是男性 然後突然有女性來 我們就會非常地歡迎 剛剛上一場我數過 總共有10位女性來聽 但是好像現在走光 這場好像剩下兩三位而已 可惜了一點 我們Google除了GDC之外 也有WTM 有沒有參加過WTM議程 哇 好慘 竟然沒有 然後講師也沒有 我們講師如果說待會有興趣的話 我們講師我們之後會邀請她 以後參加我們WTM的講師議程 也歡迎大家 把你多多推薦給你身邊的女性 對這個資訊技術有興趣的 都來加入加入我們的議程 OK 那我們就 剛剛講師特別交代 我不要太多話 因為要讓她介紹 所以說我們現在就把議程交給那個講師 喂 好 有 好 那大家好 我今天要講的題目啊 其實就是 在遇到非同步任務處理的時候啊 你在卡夫卡或是GCP PopSup上面 你要怎麼選 那我們會藉由就是分享一下我們 目前為什麼會需要評估這件事情 然後 講一下說我們遇到的場景是什麼 然後針對這兩個tools的特性 去稍微比較一下 好 那 About Me的話 我是沛 然後目前在玉山銀行的智能金融處 當然機器學習工程師 那之前做過的話 其實比較主要focus在 就是Machine Learning的Pipeline建置 然後現在的話主要是在做 如果我們接下來要準備把一些Service migrate到那個 雲端上的話 我在做環境建置的部分 然後部分的話也會做一些就是系統開發 休閒的時候喜歡去潛水 好 大約是這樣 這就是我 好 那今天的Outline的話 主要會講一下說 為什麼會需要非同步處理系統 然後會針對這兩個工具 做一些簡介跟架構的比較 然後順便講一下take away 如果 就只要看到最後一個說 你初期在survey的時候 你要怎麼選的話 可以直接參考take away 好 那前情提要的部分的話 剛剛有說到我們其實是 玉山銀行的部分 所以其實我們很多的Service 其實都是在地端的 那地端的話 我們其實會有apply一些 像Kafka 或是Elasticsearch PostgreSQL 跟Revmq 這種 Open Source的部分 然後讓我們的 就是創建我們的Machine Learning Service 那因為其實我們接下來 也要評估說 我們要把Service 轉到雲端嘛 那其實直接 直覺在雲端上的話 你就會想要survey說 那雲端上有沒有類似 像是Kafka 這樣子的訊息處理 串流的系統的 那其實我們對表的話 馬上就看到說 Popsup好像是類似的Tour 所以我們前情提要 就是這樣比較 那再來的話 我們接下來 就survey一下說 那我們 目前有做到的一些 使用Kafka的服務 可能包含哪些 那其實 大家如果有打電話進銀行的時候 我們的客服系統 一開始不是都會跟你說 接下來的影音 全部都會錄音 那為什麼要這麼做 一方面就是保障說 客戶跟銀行的安全嗎 但其實大家不知道的是 銀行背後會針對這些錄音 去做抽查 也就是說確保說 你們客戶的權益 是有被保證的 就是說如果今天有 有工作人員 可能這樣像你推銷啊 什麼會有一些 不允許的部分的話 那這部分 我們會內部定期去檢查 那再還沒有這樣的 指檢服務之前的話 其實是用部分抽查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資金處提供的就是一個 指檢API的方式 它藉由說 當你今天進線完 然後你已經講完一通電話的時候 我就會把這一通完整的電話 音檔往後拋 然後針對它去做語音辨識 那把它變成 Speech to Text之後呢 然後再把它轉去指檢平台 那藉由這樣的一個 Machine Learning Service的話 我們就可以大量的去檢查說 大家的通話上面 是不是有一些 合規或是一些 是可以被保障的 那這是其中一個引用 那再來的話 其實就是事件通知系統 我們也有就是 Apply Kafka的話 去做部署系統的通知 因為其實我們每天會部署 很多Machine Learning的服務 所以呢 在部署資訊上的話 會有不同的group 會想要知道說 那現在哪一個service 是不是有成功部署 所以在這部分的話 我們部署系統 會直接串一個 就是它會擔任producer的角色 然後會把你的message 直接就是 publish到那個topic裡面 那如果接下來你想要 你想要知道這些訊息的人的話 你就自己再去掛 你要的通知系統 你就可以在你要的 對應的系統上 知道這個部署的話 部署的結果是怎麼樣 所以前情提到說 我們在銀行部分 有這麼多的背景跟那個 需求的話 我們統整一下 目前的使用情境 因為其實我們提供的 machine learning service 會重複使用 有點像說 甚至是我們也有 圖像辨識API 那在圖像辨識API的時候 其實在大家的 申請的票 假設如果大家有碰過支票的話 你會看到右上角有 日期這種圖案 那其實不同的票據 都有同樣的日期 所以我們會希望說 那辨識日期這個API 是可以重複被利用的 所以我們會希望說 不同producer可以發送message 到同一個topic 那甚至說 因為剛剛有提到說 我們in-house有一些 postgres SQL的那個服務 所以我們會希望說 我們接下來需要的 那個串流工具 是可以套用其他服務的 那還有說多種需求 其實就剛剛 我們的事件通知系統 多種的需求 其實都會串同一個資料源 然後我們也希望message 能被保存 所以基於這些使用情境的話 我們就在評估說 哪些工具可以符合這個需求 所以包含我們原本的使用情境 再加上我們希望 接下來導入的工具 是有就是有容錯機制 然後它ecosystem也夠完整的話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會針對 就是apache kafka 跟google的popsup 然後還有就是大家 常拿來對標的那個confluence 就是confluence就是那個 kafka的代管平台 這邊部分去做比較 好 那要比較之前 可能就要先了解一下 kafka它本身到底是什麼 那其實最初的時候 它其實是由linkin開源的 一個事件串流系統 那它其實大家 它最highlight的特性其實就是 它是一個分散式架構 然後它非常容易做到水平擴張 所以像是一些比較大公司啊 Netflix啊 Spotify啊 他們甚至百萬級的QPS 都是可以基於這樣的系統去提供的 所以大家就是 它的特性其實就是說 非常有高可用性跟擴展性 那它同步也是說 因為它資料其實是直接寫進硬碟裡的 所以你在長時間保存資料也是沒問題 那整體來說 它其實就是透過 當你今天你有一個event的時候啊 就是上面那個黃色的message 然後透過key value的 就是用bytes的方式去把你的message 送到topic裡 然後剩下就讓有興趣的consumer去接收 簡介是講 那再來的話 為什麼它可以變成說它可以這麼 就是訊息可以傳說那麼快呢 其實在卡夫卡內部的時候 它是把topic分成多個partition 這樣的結構去做的 那你假設說今天 你發了一個新的message好了 它會根據給定的規則 譬如說你有給定key的話 它就會根據那個規則 寫進對應的partition裡面 所以它是用一直append的方式 去被記錄的 所以當它訊息送進去的時候 它是不用就是特別在算說 它要放哪個位置 就一直往後append就可以了 所以在這部分的話速度就是 有辦法維持它的insert速度 然後再來的話 每個partition 在卡夫卡裡面的話 每個partition都可以維持它的順序性 那如果今天你今天的raw 沒有想要就是維持順序性的話 它default就是用run robin的方式 假設今天你這個topic 有四個partition的話 它就會依序把你接下來的訊息 就是配到不同的partition 配到不同partition後面 然後讓整個consumer 在消耗這些partition data的時候 是能夠均勻的去分佈它的流量 那可能大家在看卡夫卡設定的時候 接下來可能就會想問說 那partition跟consumer之間它是怎麼配的 那以這個case來講的話 這個topic它切了四個partition 然後它有三個consumer 所以對它來說的話 就是三個consumer要均分四個partition的話 就會有其中一個consumer 必須要吃到兩個partition的消耗 所以這部分的話是卡夫卡的其中一個概念 然後再來就是大家可能會探討說 喔那有聽到說它的容錯性很好 那它是怎麼做的 剛剛有提到說它其實就是個卡夫卡cluster 所以它其實每一台機台都在卡夫卡裡面 它會稱為是broker 所以像這個case的話它其實就有兩個broker 但是基本上卡夫卡的預設的話 是希望你有三個至少三個broker 這樣才可以做到一個cluster的概念 那它的容錯性就是說 當今天你在寫入的時候 假設今天是messageA0好了 你要寫入第一個topicA的時候 它會先寫入partition0 那當它確定寫入之後呢 它會根據你設定你要副本 多少replica的數量 去副本到所有其他broker裡面 這樣的話假設如果今天 你的broker1死掉了的話 你的broker2跟broker3 其實都還有你發布過的資料 所以這樣的話就達到說 你如果今天有一台機台死掉的話 你的資料也不太會遺失 所以這部分是卡夫卡 它利用這樣的設計去做到容錯 那再來的話 其實大家如果看除了卡夫卡 它可以做就是非同步系列的話 它其實也有其他ecosystem 包含說卡夫卡connect 它可以用 它可以串接其他的資料儲存系統 也就是說當你今天有elasticsearch的資料 你也想要發布或是什麼的話 其實現在open source就很方便 可以幫你就是串接 它已經有寫好的connector 所以其實變成說你只要apply它 你就可以在你的elasticsearch 然後publish到卡夫卡這一段 其實你可以apply某個工具幫你做好 那剩下你要怎麼接那個訊息的話 你就可以做在後面 那再來的話其實 因為剛剛有說你在public message的時候 它其實是個freeform的概念 所以它同步也有就是那個schema registry的 這樣的配套措施 確保說你在傳produce message 跟你consume message的時候 它的格式是相容的 那再來的話 因為其實卡夫卡它其實也是很著名的事件 串流系統嘛 所以如果你今天有streaming process的話 它同步也有卡夫卡Stream跟kSQL DB 是可以應付你的串流系統跟高流量的 所以其實它在整個ecosystem上 都是很完整的 所以我們其實在看的時候 就是基於剛剛說的 你可以就是任意的producer跟consumer 然後再來它是dspace的retention 那還有就是它的performance 跟scalability跟ecosystem都很完整 這是我們在評估卡夫卡的優勢 那再來的話是gcp popsob的部分 那popsob它其實你在網路上看到的話 它其實就是google它提出的一個 非同步的message服務 然後它其實多也是使用在streaming analysis 或是data integration的部分 或是平行處理queue 那它整體來說的話整個架構就是 其實跟卡夫卡有一點類似 又有一點不一樣 你可以看到它一樣也是produce message進去 然後subscriber把message接收 但是它的這個功能它其實是 你不用去架說任何的server的概念 就是直接把你的message publish上去 然後設定subscription之後 然後你的subscriber去接subscription 所以它其實中間多了一個subscription的概念在裡面 所以這部分是popsob的基本的架構 然後大家如果在看雲端服務的時候 也可能會很在意說 你這個雲端服務它的主機到底在哪裡 那我們自己在survey的時候發現說 其實popsob它其實是個origin的概念 所以就是也不用特別選說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再選 不然那default就是origin的service 那它在這個流程上的話 整體的life cycle就會像是 publisher你會先publish一個message 到那個topic之後 他可以確定寫入message story之後 他才會通知subscription 那subscription之後才會通知subscriber說 你有一個新的message 那等到他act之後 這才算是一個data完成的生命週期 那在pulmessage的話 我們看到說在popsob 他就提供了push跟pul的兩種方法 我覺得這是在 我看跟kafka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是kafka的話比較多人 都是直接用pul的方式去處理 那如果popsob的話 你提供push的方法的話 你也可以串一些serverless的function 這是我覺得看到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那再進一步探討一下 gcp-popsob他架構上會是怎麼樣 那在他architecture的那一篇裡面 可以看到說他內部其實分成了兩大 兩個part 第一個是他的control plan 然後第二個是他的data plan 那我們在publishmessage的時候 他背後到底做了什麼呢 publisher一開始連到 連到gcp的popsob的時候 他會透過control plan 先去判斷說 你最近的data center是哪裡 然後他才會 他確定好這個data center之後 他才會跟data plan說 好那接下來你就開始可以寫入這個data center 那他在寫入的時候 他怎麼樣能達到他的高可靠性呢 在裡面他就有說 他確定要寫入某個data center的時候 他就會先寫入 激數個N個cluster 2分之N個cluster 那在每一個cluster裡面 他又有一半 他會先寫入一半以上的disk之後 他才會agd回publisher跟他說 喔那你這次的發布是成功的 那當他剛剛說storage寫入完之後 那接下來他才會就是讓subscription 接續後面說 那接下來你要把這個訊息 拋給subscriber的誰 所以他是利用這樣的方式 然後去確保說你的data可靠性 好那所以 剛剛有說他其實就是有點把publisher跟subscriber去做接 喔那他同步其實 在message pattern來說 他一樣也是支援大家常問的 就是one to many many to one或是many to many的架構 然後 其實對subscriber來說 你其實就不用管說你的swords到底是誰 你就是知道說喔你要去接哪一個就好了 那他 在pubsub裡面我們覺得他有一個他在message system 因為我們蠻喜歡的功能就是 他subscriber的時候是可以加filter的 假設說今天你publish的topic裡面有非常多的資料 但你只是想要接觸某一個subset的時候 你就可以善用pubsub的filter的功能 去直接你要的資料就好 好那其實我們接下來看pubsub的優勢的話 我們會覺得說喔他其實第一個是我們剛剛有提到 attributefilter的功能是我們覺得還蠻想apply的 然後再來就是他可以很好的搭配GCP的其他服務 包含說我可以串一些dataflow等等的 還有就是如果你要導入一個東西的話 IIM配置權限也是蠻重要的 然後取資料方法也是比較彈性 所以這是我們看中pubsub的一些優勢 那接下來的話就會進到說工具比較的部分 那會從說欸那如果今天我真的只是想要先try一下 然後試驗一下整個複雜度跟現在的狀況的話 各個面向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那基本上接下來的話就是取這四個tools去做比較 然後第一個是apache kafka就是最基本的open source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confluent就是代管的 kafka平台 然後再來是GCP的pubsub跟現在還有看一個GCP pubsub lite的部分 那在設定複雜度的時候 其實不可避免就是如果你是on-prem的話 設置上一定就是最複雜的 你要管一堆機台然後自己要上patch那些 然後也沒有什麼管理介面 這是如果你要走open source的話最麻煩的 然後再來的話confluent跟pubsub跟pubsub lite的話 其實都有提供你不論你是要直接用點按啊 或是coi等等的都是有的 然後他其實我們在評估的時候也發現說 confluent的那個設定介面其實也是蠻友善的 你就直接在這邊去選你的plan 就可以蠻清楚知道說你到底花了什麼規格 那他confluent的部分其實背後也可以架說 你可以選擇說你的pub 你的那個service現在是要架在 AWS或是GCP或是Azure上面 這些都是可以在你配置的時候選定的 然後包含是limitation或是他放在哪一個region 他的availability 這邊他都是你都是可以直接在設定時候都直接看到的 那如果是GCP的pubsub的話 其實他就不需要你去配那個computing resource的部分 你其實就只要建好topic跟subscription 那剩下的部分的話你就是直接call你的SDK 你就可以自己直接開發了 然後在同步的話他你可以直接在create topic的時候 就看到說你可以apply一些schema registry 或是一些你要incrept你的message的話 都可以在建置的時候就直接用UI搞定 那在message attribute上面會有什麼樣的不一樣或是限制呢 其實如果你今天想要強調message的順序性的話 以Kafka跟confluent來說的話 你想要設定順序性的話 你可能會想要設定說同個key 我把某一個事件都配到同一個key的話 這樣他就會配到同一個partition 那他就可以維持他的順序性 那如果你今天沒有key指定的話就是run robin 可是在pubsub的部分的話 他是沒有partition的概念 他是依照topic去排序的 但是預設的時候他的那個也不會 我去試的時候其實我發現他預設也沒有直接有排序message 所以你要enable他的那個ordering的那個attribute 你才會有就是排序的功能這樣 然後但是要注意的是他新推出的pubsub lite 他的其實就是有partition的概念在裡面 所以就是有點不一樣 那再來的話 基本上在傳這種非同步系統的話 我們就會把這個message視為一個事件 也就是說不建議你的message的size傳太大 所以包含這四個tools來講的話 他的maxmessagesize其實都有限制 包含是說預設的話卡夫卡都是1MB 這是可以調整的 但是也不建議你弄太大 那再來的話 pubsub的話都是10MB per message這樣 那其實像我們剛剛有提到ivr的概念 其實大家進線的音檔啊 有時候小可以到幾MB 但有時候你也是可能會有些什麼抱怨電話 可能會長達一個小時 如果是這種一個小時的音檔的話 就非常不建議你直接送在message裡面 所以基本上你大檔要傳送的話 你的producer的流程就會是 你先把你的大檔傳到object storage裡面 然後再把他的URL送進message裡面 讓consumer去object storage再把它接走 那其實在異步 就是異步資訊處理的時候啊 你有時候還是會遇到說 你會遇到一些message 是你沒有辦法處理的 那這部分的話你也不可能因為沒有辦法處理 所以就把這個非同步事件處理的process 就直接停在那裡 或是為了一直卡在那個沒辦法處理的那個 那個message上 所以其實在這四個部分的話 其實都有提供dead letter queue的概念 就是譬如說當你今天有10個message 但是其中有一兩個是沒有辦法process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往dead letter queue上面丟 好 所以在message部分是這樣 然後再來schema registry 也是我們在使用kafka上面 覺得會有一些痛點的地方 也覺得很適合導入的部分 也就是說我們會希望你的每一個message 它其實是有一個schema存在的 然後在你每次布版的時候 你可以評估說 你現在這樣的改動會不會影響到 你現行的一些服務 那在apache的kafka或是confluent來說的話 它schema採用的是avril 那confluence也有就是支援json 那以gcp看起來來說的話 它其實avril跟protocolbuffer都有 然後但是在schema evolution來說的話 就剛好說當你的服務在迭代的時候 你的schema evolution的話 如果你是使用popsup lite的話 是沒有辦法提供的 那下面就有兩張圖 一個是confluent裡面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popsup裡面的 都可以看到它的UI就會直接告訴你說 喔你現在可以這樣設定 然後你可以去評估說 你現在的schema是不是合規的 這些都是可以在設定上會比較方便一點 那資料儲存跟保留期限的話 可以看到其實kafka跟kafka storage 其實就是看你的disk有多大啦 所以就是基本上儲存是無限制 但是它保留期限的話 預設就是7天 但是這部分是 Apache kafka跟confluent的保留期限是可以調的 但我們發現以gcppopsup來說的話 它最長31天是不能調整的 所以這部分的話也是 如果在使用上的話可以注意的 那安全性的部分 因為其實原本你在in-house裡面的話 你的安全data加密的部分 你可能就可以看你的服務的 那個安全等級 那你決定你要不要加密你的data 但以安全性來說的話 你有分data加密跟你的傳輸連線上加密 然後還有說這個topic 到底有哪一些producer可以publish message 這裡面 這些是安全性上我們想要比較的東西 那以kafka而言的話 在data加密的話 你就是自己做嘛 那傳輸加密的時候 你也可以自己設定tls 然後topic也可以自己設定acl 然後data加密的話 以confluent來說的話 你就在gcp或aws都可以用自己的key 然後他們其實同步也都有傳輸加密 然後topic部分也有做整合 那在gcppopsob來說的話 他的data加密是直接串他的kms 跟他的cmek的 然後在後面有傳輸跟iam整合 他其實都有直接整到他自己的iam功能 所以我們覺得他在這個整合上的話 感覺對我們是蠻有優勢的 因為有點像說如果你今天有一個服務 同時用到popsob storage 或是一些db等等的話 你同步用一個service account的iam整合 你就可以控制這些東西的話 其實是蠻方便的 那相關的花費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整體比較來說 我們發現說 在四個tools來說的話 其實不外乎就是包含說 你的server計算 server的computing resource的size 然後再來是你network進出的size 然後還有你storage的size 跟你維護成本 其實是你初期在選定工具的時候 可能會需要考慮的方向 所以稍微看了一下的話 其實你可以看一下那個open source 雖然看起來好像都沒有掛那個費用 但其實人力跟維護還有出事的時候 是最貴的嘛 所以就是大家如果要自建cafka的話 就是可以考慮一下 然後但如果你使用的是confirm的話 它其實有那種serverless版本 但它其實不太適合for production 如果你要試驗的話 你可以使用confirm版本 先去感受一下cafka它到底是什麼樣子 然後但它standard for production的版本的話 它就有提供你說 你開的resource的價錢是多少啊 然後你有限制partition的數量 如果有partition多一點的話 那你可能就是按照partition計價 然後包含說throughput跟storage 都有它對應的價格 那如果你今天也是想要試驗一下 GCP的pop sub的話 其實可以看一下說 它其實每個月也有前10G的那個throughput 是免費的 所以其實如果你想要試試看的話 pop sub是可以試試看 那但如果今天你的流量已經很穩定 然後你突然發現說 因為剛剛我們說pop sub其實是origin 那它其實有一定的費用在 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 你已經是穩定流量 然後你想要cost down 那你又不介意負擔一些 就是operation的成本的話 你可以使用pop sub lite 那但它注意的時候 它就不是照使用量計費 它是按照你reserve的capacity去計算的 所以你在pop sub lite使用的時候 你要先預估說 你這個service要上的時候 它可能會用到的peak的capacity是多少 然後你願意考密多少進去 所以這部分是我覺得pop sub 跟pop sub lite主要的差別 那最後進到怎麼選的部分呢 好 好 好像蠻剛好的 就是最後一頁 然後我講完大家就可以下課了 那我等它一下 好 那最後進到怎麼選的部分呢 其實 如果你今天真的想要保有最大的彈性 然後不想要就是每個月的 cloud service billing 那你同步也有能力自己去維護 去管理你的cafrica cluster 然後或者是 你其實已經有多加工的云策略的話 那也就是說你今天的service 你想要同步 可能在aws也有一座cafrica cluster 然後gcp也有一座 然後互相做mirror備援的話 像這種狀態的話 你可能就是直接選擇apache kafka 然後讓你自己有更多的調整彈性 但如果你今天想要有cafrica的這些特性 但你又不想要這麼多operation的話 然後你的錢包也夠厚的話 我覺得confident可以參考一下 因為confident它其實開下去 我看的價格的話 其實整體看起來其實蠻貴的 然後剛剛其實沒有提到的是 confident如果你想要apply一些connector 或是一些其他service的話 connector也是把數量計費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上去 confident的那個網站上點一點 大概就知道你這service開起來 每個月要燒多少錢 然後評估一下錢包 但是它其實真的蠻好用的 然後它的一些管理介面 其實也是confident上面才有的 如果你要在 kafka open source上面 找到對應的管理介面的話 其實我覺得 目前看起來用起來沒有那麼順手 然後再來 GCP PopSup的話我覺得它的大優勢就是 你也不用擔心什麼region啊 latency的功能 就是背後GCP都幫你處理好了 然後你可以直接跟GCP工具整合 所以如果你已經決定就是你的service 主要的on在GCP上面 然後你也想要使用就是工具整合部分 的話你就可以考慮GCP的PopSup 然後它同步的話 如果你接下來要考慮說 PopSup跟PopSup Lite的差別的話 其實一樣如果錢包夠後 然後也覺得這個service 可能它workload有一些不預期的peak 你想要它autoscaling的功能的話 就是PopSup 但是大家可以上網看一下 Google其實也有提供 就是PopSup跟PopSup Lite的比較 它的價錢其實真的差蠻多的 所以就是可以按照你的需求去選 那像PopSup Lite的話 其實它就比較適合說 你之前已經用過一點卡夫卡的概念 然後你知道partition-based 你會知道你的workload大概要長什麼樣子 然後你會想要減少一點cost 願意多花一點管理成本 然後剛剛有說 因為PopSup Lite它主要是 你要先宣告你要reserve the capacity 所以基本上建議是在workload 穩定的服務在用 也能到時候如果你有一些peak的話 它的scaling會比較麻煩一點 好 那今天這部分就是主要我的分享 然後就到這 好 我們現在還有7分鐘時間 那有沒有人有問題要問的 不好意思 我這邊有一個問題想要問 但不確定會不會就是有點太涉及 就是企業的一些機密或者是敏感的地方 就是我們知道說 耳玉三線好像打算從地端轉移成雲端的一個服務 那從卡夫卡轉移到GCP PopSup 其實有點像是替換了整個service 那這樣子其實對於整個專案來講 它是需要就是有一定的風險在 因為其實兩個服務其實它還是有一些在 程式邏輯上可能有一點點的不同 那我剛剛其實也有看了一下就是 Google Call的一篇文章 它也有提到就是從卡夫卡轉移到 那個GCP PopSup的一個 一個就是 Migration plan 對 Document 那裡面其實有提到一個架構 就是說你其實一樣可以用卡夫卡 但是可以用一個叫做connector的東西 讓卡夫卡的東西就是直接串接到 GCP PopSup這樣子的一個流程 然後想問一下就是 玉山當初是不是有寄取什麼樣的理由 沒有參考這樣子的一個文件架構 應該是說我們的服務在 還沒有決定上雲之前就有了 所以 初期一定用卡夫卡嘛 然後因為現在上雲階段也是在 平台建置階段而已 所以其實我們未來在蘋果的時候 一樣也會用那個migration plan 試試看說能不能移過去 對因為其實也同步也是看說 因為我們現在主要用卡夫卡 也是用一些非同步事件處理而已 還沒有到那麼伸縮 一定有些streaming process等等的 所以 目前我們評估來說 其實轉以上其實也算是有可能 好 謝謝 好 那個第二位 呃 那個 我先 我們公司剛好有卡夫卡轉的經驗 就是轉PopSup經驗 分享一下給上一位 Kernetto我們有考慮過 那超貴 好 它傳資料比PopSup本身還貴 好 然後 那個我們有遇到一個問題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遇到 就是 它在ordering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去年就開始用PopSup了 那 在使用的時候 發現那ordering有時候不太靈光 就是 它的順序上 不是很靈光 就是 有時候順序還是會 不如你預期的順序 因為你們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就是 現在我不知道它怎麼樣 因為我們已經自己用一些 呃 程式邏輯把這個順序性 我們自己重新排序掉了 那你們有沒有類似這樣子 比如說順序有問題 的狀況 那第二個是 我們最近有遇到一些 PopSup比較奇怪的情況 就是 我已經 它 Function上應該有一個叫 Eck的邏輯 就是你 整個Function出現完 你要Eck它 它才能夠 跟你不會再重發 可是我明明進Eck 然後它又重發一次給我 就是 遇到過 今年遇到過一次這樣子 對 那有沒有 你問一下 第二個問題是 我們有遇過它 就是重發的經驗 然後 但其實我們那時候看的時候 有可能是你Eck的那個 Deadline已經超過了 所以導致它就覺得 這次沒成功 它就重送 然後 我們的確後面也是用一些方法 就是自己把它用程式邏輯卸掉 對 然後 第一個問題是 Ordering的問題 然後 對 但其實我們 現階段的應用來說的話 其實 不是很在意Ordering的部分 所以 我們目前沒有特別 針對Ordering說 發現說 哪些是真的有出問題 對對對 還有朋友想問 我們講師問題的嗎 剛剛這兩位喔 我都問得很深入 我都懷疑你們是不是 一個是雪山 一個是阿里桑銀行 都問得很深入 還有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還有三分鐘 那 因為有兩位 那 我就請 我們的講者再問一個問題 讓大家回答 這個問題 回答正確的話 是有 講評的喔 所以說 仔細聽 問一個問題 問一個問題 隨便問嗎 沒有 問你專業一點 因為很 裡面都很專業啊 什麼 什麼專業 你挑一個 其實我想問一個沒有很專業的問題 我想知道 我想知道 就是如果以現在大家 這樣聽完這四個Tours 如果你今天想要 適用到你的場景的話 你會想先選哪一個 然後為什麼 這個很簡單 這個很簡單 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喔 只有一個喔 只有一個 我就讓他回答囉 我們這樣重複的好不好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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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直接分享一下 就是 但我們其實也自由使用的經驗 然後我覺得其實Popsar 用的蠻愉快的 原因是我們從來不用擔心 它的Scalability 那就 就 可以用得很開心 而且量用得很大 另外我也補充一下 剛剛的問題 就是 其實它AC之後會重新送達 這件事可以說 是在Popsar是bySpec的 因為它本來就是保證 一次以上送達 所以 它其實 也希望你的Application 本來就是做到 所以它如果有重複是送達 你其實 本來的邏輯就要 處理這件事 所以在Popsar 原本的Spec定義就是這樣 這個也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 謝謝 小米這邊一定是陽明山銀行的 所以我們這邊 今天應該有很多金控的人員 駱虎長龍 那剛剛因為還有 還有 還有那個 一位想要回答 我先讓他回答一下 我們是本來在Kavuka 然後轉移到Popsar上面的 那其實最主要的就是 它本身的可靠度是非常高的 就是Kavuka它常常 因為我們是全部都裝在Kubernetes裡面了 那 Kavuka它偶爾就是那個 怕會突然失控掉 它就直接整顆死掉 那後來有用Kavuka cluster好一點 那 但是最後還是選了Popsar的原因 是因為 它本身的可靠度很高 然後它的那些小毛病我們是可以接受 就是我們透過邏輯可以 處理一次就好 我們不用一再的為它的可靠性 再做任何的修改 之類的 嗯 比較好控制它這樣子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就兩位選一位 這個責任是獎者的責任 他兩位要選一位 我送禮物 剛剛不是重複嗎 就剛好三位 不是嗎 我只有一份禮物 你只有一份禮物 那我怎麼辦 那那那是給他吧 如果他不要的話 不好意思 那個 我們這 那個禮物就要給 這一位了 那我們的議程 這個議程結束了 歡迎在我們下一個議程 OK